政府就說會傳媒接受土屋種的報告 但其實有些細節上都見到好像有些出入 例如說高爾夫球場 他們本身小組就說 其實剩下的140公頃 其實都要考慮不同因素再決定要不要收回 但是政府就說決定是不會收回發展的 而田海方面 小組就說發展1000公頃 但是政府就說長遠的願景 其實都要決定1700公頃 又說小組其實是沒有反對過發展1700公頃 那你會不會覺得是有一些偷換概念在這裡呢 首先就是作為小組 我們很高興地見到 政府今次就是全盤採納 小組就著土地供應的一套 整存的土地供應策略 還有在下面一套我們認為 是可行的一些土地供應選項 即是說三加五的八個選項都全部接納的 那當然我們早段時間 在提交這個報告的時候 我們都講過 其實做地是需要時間 它裡面其實牽涉了很多 不過我們今天來講沒有足夠的時間 去全面討論的一些 無論是工程 技術 環境保護方面的一些挑戰 所以在具體執行的時候 小不免就一定會有一些調整的 無論它就著一些選項 落實的細節 以至到落實的時候的規模 甚至落實的時間性 都可能有機會 在進一步研究底下會有一些調整 所以這次如果是政府接納所有選項 在選項裏面 就著我們早段時間 所提出的一些建議 可能會有一些經過這麼多的一些 技術的考量 又或者開展前期研究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同 我相信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就著你提過的一些選項 首先如果我們講的是 私人遊樂場契有土地 即是說粉嶺那夜呼球場的話 如果你詳細看我們的報告 我們講了 因為在短中期來說 實際上我們土地供應短缺的情況 是特別嚴峻的 即是說就算我們做了 所以所有的一些短中期的選項 其實都不能夠填補到 在我們原來的估算底下 815公頃的短缺 所以這個小組就認為 我們不應該 在沒有強烈的一些理據的情況下 不應該放棄任何的選項 所以我們的建議 就是優先考慮研究 去開展粉嶺公路以東 三十二公頃的一個土地 是用作是其他的用途 當然其中是包括 社會上很多的意見 認為應該是用作興建房屋 更多的意見 就認為應該 興建更多的公營房屋 這次在政府的回應來講 已經清楚指出 我們早段時間在報告裏面 是建議他研究究竟可不可以利用 粉嶺公路以東那三十二公頃 這次的回應是說明 是決定收回這三十二公頃 是用作是房屋用途 究竟他裏面是提供多少的房屋 這個要進一步做多些研究 和做多些規劃才會知道的 另外當然如果講長遠來講 餘下的一百四十公頃 在我們的報告裏面 我們指出是中長線來講 如果大家都認為需要考慮 粉嶺公路以西餘下的一百四十公頃的話 實際上政府是需要 從長這樣考慮到 從製的地點 因為你絕對不可以就這樣取消一個戈爾夫球場 也要考慮從製的時間 考慮它上面的一些 無論是生態、文物、歷史的價值等等 怎樣去能夠適到這樣的保護 所以在這次的回應來講 政府也都清楚指出 是不會考慮 至少在目前來講 是不會考慮 是餘下的一百四十公頃的 這個當然就是考慮到 如果真的要尋找一些 是從製的地點、從製的時間等等 其實這個是非常長遠的 所以在今天來講 如果只是集中於 就著一些短中期 可以提供到土地 更能夠快些滿足到 我們房屋或者公營房屋上面的需求 我覺得這個做法也是恰當的 另外關於填海 當然在我們早段時間 在報告裏也都清楚指出 在這次社會上的主流意見 都是認為會支持 在中部水域的一個 是東大如都匯 而當時來講 我們諮詢的時候 的規模是一千公頃 大致上一千公頃的填海 在今天的回應來講 我們見到政府都會認為 其實開展所謂叫做第一期的工程 如果就著中部水域的一個 是東大月都會 或者叫做明日大月都好 其實在第一階段來講 都是會集中於 只是做一千公頃 所以現在開展 或者即將開展的一些 研究報告都會集中了 在這個水域來講 究竟怎樣去就著 是交以洲的一帶 可能填海的規模 最多是去到一千公頃 非常長遠來講 究竟會不會經過其他 一些經驗的積累 以至到開展了工程 裡面不斷的一些進行 技術的研究 會不會認為很長遠來講 是有一個好處 可以將這個規模擴大 繼而可能考慮在喜寧州一大 但是另外的如果真的講 那一千七公頃的話 減了一千公頃 另外那七八公頃在喜寧州 這個我相信是非常長遠 在今天的回應來講 你們都講了 基本上現在講的一千公頃 是實的 七八公頃是虛的 即是說這個相信是非常長遠 直到可能完成了第一階段裡面的研究 甚至所有的工程項目之後 然後才會考慮到第二階段會怎樣 所以整體來講 就著今天的回應 可以這樣講 是的的確確很清楚地 政府是順從 今次非常廣泛的公眾諮詢裡面 得到社會上的主流意見 繼而全盤地接納 小組就著我們土地供應 所提交的一個整傳的土地供應策略 以及它底下八個 我們認為是可行的一些 土地供應的選項 想問你們會不會 剛才你們和局長會面的時候 小組和局長會面時 他給了什麼承諾你們 是會如實去推行所有的選項 包括就算 郭予復立場做完那個研究之後 可能單位的信息減少 他們都會在那裡收回來 他們給了什麼保證大家 我相信其實就好像我們那個報告裡邊 那個點題 其實我們報告裡邊的點題 就是多管齊下 同心協力 這個同心協力 不是就這樣說社會大眾 其實同心協力是包括政府 而當然 就在我們的報告裡邊 其實作為一個主題 我們都有講過 今天我們土地供應短缺的情況 已經是刻不容緩 刻不容緩 所以我們認為所有的持份者 包括當然是政府 都有一個必要 有一個責任 全力地去推展 我們土地供應的一些項目 繼而滿足我們未來一段時間 今天來講已經有短缺的 無論是滿足我們房屋上的需要 所有經濟用地上的需要 甚至交通基建上的一些用地的需要等等 所以我相信 其實政府是有一個承諾在這裏 是要加快很多 今天來講 我們認為是可能是非常複雜 甚至是耗時比較長的一些項目 正正就是我們講的 需要大家同心協力 形難而上 複雜的我們都要開展 所以為何在我們的建議報告裡邊都講了 除了短中期我們需要滿足我們短中期 非常嚴峻的短缺之外 我們同一時間是講的 所有中長期的選項 正正是因為做地需時 所以其實必須要今天同一時間開展 所以我們見到其實有很多項目 已經由原來的時間表 透過我們這次公眾諮詢 提交了建議之後 已經見到發展局 就著很多目前的項目 將時間推遲了 譬如說我們現在做的 可能最前那個 就可能是古東北、粉陰北 但是同一時間 大家都會見到 剛才在政府的回應裡邊 也都講了就著新界北的發展 其實新界北的發展 在新田地區裡邊 都會在今年稍後時間 開始它的前期研究 這個實際上 在原來的時間表上 其實是沒有出現過的 可以見到 實際上政府的確是有一個 是魄力和一個決心 是希望可以盡快地開展 所有能夠提供到 額外土地供應的一些項目 那是否在投場那裡 他們會成員呢? 今天講得很清楚的 就是說 就著那32公頃 就會盡快地 今年下半年 就開展所有 前期研究的工作 大致上它需要兩年左右 即是說 可能要去到 2021年左右 就完成了 所有前期研究的工作 繼而 今天也講過 真真正正的開展的工程 是有望在2024年 開始它的工作的 再加上就說 如果真正說 去到我們都 大家同心協力 這樣盡快 開展這個工作 盡快興建 我們需要的房屋 如果今天來講 在房委會 興建 公營房屋 往往是需要 五到六年 如果我們能夠 加快它的話 或者可能是 四到五年的時間 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能夠 符合到我們講過的 這個選項 是講的是 短中期內 能夠提供到土地 在這次的情況下 它有機會 短中期 即是說 大致上十年 能夠提供到房屋 以至到可以入貨 在這樣的情況下 正正就是需要 我們大家 同一時間 都是急市民所急 希望在這些選項 能夠盡快地 提供到一些 我們所需要的 一些公營房屋 其實 希望可以收回 整個公營房屋 但今次 政府 研究都沒有做 卻研究 140公頃 是不考慮的 你怎麼看呢 會不會其實不是那麼理想 還有想說 東達的會 你們一直延伸的資訊 都是支持一千公頃 但現在政府 接下來拿錢 除了延續一千公頃 也會研究 那七百公頃 例如一些機器研究 或者長洲濫研究 會不會有些好像 這次借了一些 結果是過橋來 去推展 首先就住 整個 私人遊樂場 契約用地 那個公眾諮詢來講 如果大家詳細 看回 我們那個報告 繼而大家也看回 原始的數據 無論是 那二萬九千份的運捲 又或者是 那超過三千個的 電話的 意見調查 大家都會見到 其實這不是一面倒 這是正正 我一直在說的 其實社會 往往都會去到 非常持平 還有就著一些問題 針對性地 吸引很多 很寶貴的意見 所以它本身的支持度 如果純粹用支持度 用一個我們叫做量化的數據 上面來講 可以反映到 大致上 它是百分之六十左右 拉雲來講 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支持 這個正正反映了 它不是一面倒的一個選項 同一時間 在我們公眾諮詢裡 當然很多不同的場合 的公眾諮詢 很多不同的專業團體 地區組織 以至到所有不同的一些持分者 其實都會見到 其實有很多的意見 反而來講 傾向於 可能如果能夠優先動用的 就優先動用 反而來講 如果長遠一點 實際上 大家還需要詳細研究 我們大致上得出這樣的結論 所以我們在建議報告裡 大家都非常清楚知道 我們在講的 短中期 既然它是一個政府的用地 可以不續約的情況下 就很容易收回 以至到它可以更快提供到一些房屋 所以我們有建議 這個選項是優先考慮的 但同一時間 就著中長期的那個 我們也反映社會上的意見 社會上的意見 就是如果你長遠來講 如果真的考慮到 餘下的140公頃 實際上是需要 看看究竟有哪個地方可以重置 還有需要重置的時間 甚至怎樣去處理 它上面是超過3萬棵樹 150個股墳 三棟的歷史建築物 所有生態 文物 和歷史的價值等等 所以我們都是如實 反映到這個建議報告裡 政府今天來講 清楚地講了 既然長遠來講 又要考慮重置的地點 往往也有一些意見 如果真的要考慮到重置地點 如果有重置地點的話 為何不直接利用重置地點 作為其他土地上的用途呢 所以長遠來講 這個當然是留給政府去考慮 今天它明顯這樣講了 就著餘下140公頃 至少在今天的角度來看 就不希望同一時間來考慮 如果就著填海來講 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我們的建議本身是說 是東大如都會 那個概念是說 在郊爾州、喜寧州 和小梁的梅窩的一帶 總共是填海在千公頃 這個在我們公眾諮詢裡 也清楚地和社會 共同討論這個選項 社會上給了很多很寶貴的意見 以致我們拿回來的量化數據 我們看到其實在中部水域 這個東大如都會的填海 其實獲得比較多的一些廣泛的支持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的建議都是就著中部水域 一千公頃的規模 在今天的回應來講 政府也都清楚地指出 其實第一階段的確是一千公頃 而在說餘下的七、八公頃 如果真的作為一個願景來講 甚至作為一個遠景來講 非常長遠的一個遠景 究竟到時來講 有沒有一個條件 有沒有一個好處 再開展餘下的一些七、八公頃的湧程 我相信時間性上來講 的確是非常長遠的 但是作為一些前期的研究工作 如果考慮到成本效益來講 如果考慮到成本效益 我相信這個不是直線的 即使開展一些前期研究的工作 如果一千公頃的 舉個例子 它是需要一千 一千公頃 一千公頃是否需要一千公頃 可能應該不是 就著這些所謂的研究 既然在中部水域來說 稍為研究一個所謂的 擴大規模 而不牽涉到很多額外的成本的話 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規劃的儲備 這個正正在我們的建議報告裡 其中一個概念是需要就著 我們很多的一些項目 或者我們土地供應的策略 如果能夠做很多前期研究工作 有很多的數據 其實這個有利於我們整體來講 怎樣去規劃香港的一些用地 怎樣去既可以發展 同一時間能夠對我們的環境的保護來講 是拿捏到一個非常好的平衡 這個往往就需要一些 我們叫做規劃的儲備 即是說你要有一些 技術性的資料在手 所以在這個情況來講 如果真的說它沒有牽涉到 太大的一些額外的成本的話 也都可以做一個比較大規模 少少的一個前期研究的話 我覺得這個對於我們長遠來講 掌握更多的一些規劃儲備 是非常之有好處的 所以我就不會覺得 政府怎樣會用了一個小組的建議 繼而嘗試今天來講 嘗試進行一個所謂千七公頃的填海 今天的確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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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的 中一口味的感觉,还有没有在座周围的问题 首先,我们很高兴听到今天政府全盘接纳土地供应专辑小组 所提交的一个整传的土地供应策略 和下面的一些可行的土地供应选项 我们早段时间都讲过,其实我们的报告不是简单搬置个子 即使我们不是简单按照我们的问卷的结果 又或者我们电话意见调查的结果,然后作出我们的建议 反过来说,土地供应专辑小组花了很多时间 讨论每一个选项,甚至讨论整体一个整传的土地供应策略 以至到我们的报告里面,其实除了那八个的选项 可行的选项之外,其实着脈更多的 亦都希望政府是可以确实这样执行的 是讲一套整传的土地供应策略 今天来说,很高兴地见到政府全面接纳了我们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正正回应了社会上面 这个不是小组,小组当然是做了很多 在报告方面,是就着我们公众咨询得回来的一些意见 和数据,做了很多我们需要分析 和到最后作出我们的建议 但我相信最主要的都是说政府是回应在社会上面 一些主流的民意 这个是全面这样回应的 即是说,如果我们的报告清清楚楚地反映了 社会上面一个主流的民意的话 实际上今次的全面接纳是在说 是在回应社会上面的主流民意 这一点当然我们觉得很高兴 在这里也借这个机会 当然很多谢社会各界 实际上在过去18个月 现在应该可以说是18个月 在18个月里面全面这样参与 今次土地供应专质小组的工作 以至给我们很多非常宝贵的意见 如果没有社会上面这么广泛的参与的话 我相信这个就未必能够准确地掌握到社会上面的民意 继而没有办法写一个报告出来 令到政府会全面这样回应社会上面的主流民意 对于小组成员来说 当然小组成员大家也非常乐意见到今天的回应 早段时间当然有很多传门的朋友 或者社会上的朋友都关心 我们会不会做了周永珊2.0 似乎来说今天这两天 已经也有少少的朋友 或者甚至有些传媒的朋友 都给了一个信息我 恭喜我 恭喜我不需要做周教授的2.0 谢谢大家 我给你答案 有什么问题 只要是有些关键的朋友 还有还有些关键的问题 和预告问题 你认为对民主的问题 都要做多些事情 要求求他们 是对方的正方法 对方的方法 我认为是非常感谢 第一个问题 我认为大部分 我认为大部分 德国 正在基本上 政府根本人 都已经接受到 所有的提供 在我们的提供 which have been submitted to the government by the end of last year within that particular report as we have mentioned last time perhaps you know while you're here there is actually a holistic recommendation on strategizing a sustainable land supply strategy as well as to put forward a number of recommendations on the feasible land supply options which is the eight land supply options that we have submitted and recommended to the government for actual implementation although perhaps you know there are one or two options which according to your view there may b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what the government has has responded today to the recommendation report that we had put forward but i would tend to believe that actually in terms of the two perhaps you know the two controversial issues i think they are more or less in line with what exactly the task force has put forward under our recommendation quite on the contrary i would say there are actually one or two options which the government has basically accelerated the implementation at least on the initial studies on a number of options as well i.e you know there is a certain sense of urgency and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has basically accelerated some of the recommendation so i don't think there is actually any material difference if you use that particular wor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basically accepted vis-à-vis the recommendation that we have put forward yes 另外想問一下 are the technical issues 是 jeszcze今天夏华吽良 陆長在 täll合理公司的工作 律在討論那裡其實很多事情 numbers non很ettle 即是有些事情他認為혁易移可以被公共知著 Of those甚至沒有決定 那些小組已經envolse了這個選擇 你認為起碼го因 무슨事情可以做 政府是可以確保那個所謂的歡僧勾跌的情況 一定有 那些元素才认为小组是否能收到的? 实际上在我们小组的建议 在我们做公众咨询的时候就着公众声音合作 我们拿出去做公众咨询的时候 我们讲过要释除大家对于官商勾结的疑虑 实际上是需要一个独立于政府以外的一个架构 继续透过这个架构去制定一套公开公平和透明的一套机制 如何去制定一些公众声音合作的原则 譬如说究竟应该是多少比例的公营房屋 又或者究竟是基于什么考虑去开展不同一些持份者的一些合作 我们也知道在去年10月10日的时候 当行政长官在讲土地共享这个计划的时候 其实他有进一步首先将公营房屋的比例 大致上就是画了一条线的 他当时的说法就是六到七成 额外的一些楼面面积六到七成将会用诸于公营房屋 继续同一时间他也邀请发展局 就着这个框架一个可行性的框架去制定一套框架 即是按照小组的建议制定框架出来 透过这个框架再去制定一些公声音合作的原则 在今天的回应来说我们都会见到 其实发展局将于今年下半年就会就着一个框架性的建议 再拿出来我相信是需要跟大家谈一谈 继续希望如果每一样东西都顺利的话 最快都可以申请公声音合作的将会是今年下半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跟我们原本是拿出来的选项 以至到我们的建议其实是没有抵触的 相反来说基本上大致上现在的进程来说 是按照小组的建议在进行的 多谢大家 OK 好 辛苦了 辛苦了